我答应你考虑二胎的事 你媳妇该饿了 走回去看儿子去 台上交给你们了 老公走我们回家了 说到吴京 他是今天很受欢迎的演员 他是大气晚神的一种 他出气呢 也出现了很多的作品 但是得到的反响都平平 直到前两年 他的事业开始反击 在战狼电影中很受欢迎 剧本是战争题材 他在剧本中的战斗啊 有热血沸腾的感觉 无论是多么危险的画面 他都是本人自己登场的 对这个专业演员来说 真的很少 吴京人安静 从来不吵匪文 提高自己的人气 做什么都是真实的 今次呢 就深受大众的喜爱 吴京的事业啊 不仅很成功 感情上也很羡慕 他的妻子是节目主持人 很多人对两个人的职业 不同感兴趣 两个人互相喜欢 当时吴京参加的节目 是现男主持的 两个人刚见面 就互相有好感 说到吴京呢 就不得不提起战狼2了 在中国功夫电影 日渐落幕之时 吴京写战狼2强势来写 用56.8亿的票房奇迹 为中国功夫电影 找到了新的价值和意义 吴京曾经在采访中透露 在拍摄战狼2的时候 邀请过多位小鲜肉 来参演电影 但很多小鲜肉呢 都因为荡气和片酬的原因拒绝了 比如王思聪和林更新 也曾经在受邀之列 但他们呢 也都拒绝了 王思聪说 我演不了比我穷的人 不过这可能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咯 王思聪也曾经说过 他自己不是演员 担心演不好这个角色 再加上需要操心公司的事情 分心乏力 因此拒绝了演这部写 虽然没有出演角色 但是王思聪依然花大手笔 知识这部写 战狼2的新闻发布会 他也参加了 吴京呢 也找到了王思聪的好朋友林更新 1988年出生的林更新 英俊帅气 是一枚小鲜肉 但林更新也拒绝了吴京 而拒绝的理由啊 竟然是我不是小鲜肉 不过这也是玩笑之语了 林更新当时正在拍摄楚桥传 估计是当期排不开 据说吴京还邀请过几位小鲜肉 但小鲜肉开始了片酬 让他大吃一惊 也有人给吴京介绍了 有迷又带流量的演员 但是对方开价1500万 吴京觉得开价太高了 首先是因为拍摄组资金有限 其次呢 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价格不合理 后来张翰听说了这件事 就跟经纪人说 第一 这个电影的类型在市场上不多见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第二 自己出道以来 一直演霸道总裁的角色 而这个电影呢 可以让他转型 所以无论如何 都要拿到这个角色 张翰的目的很明确 片酬多少无所谓 只要能演这个角色就可以 所以吴京介绍采访时也说 很多人要价太高 高得离谱 只有张翰是无条件出演 当时张翰正处于失业的瓶颈期 虽然演一部戏的报酬很高 能拿到几千万 但是他急于摆脱固有的表演模式 所以呢 才抓住了这个机会 得的奋斗过程其实挺辛苦的 因为很多就是走每一步都会有质疑 虽然去荒漠拍摄需要吃很多苦 但是张翰都扛下来了 他的眼光很精道 在《战狼2》中的初次表演 让他成功摆脱了霸道总裁的刻板印象 也获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 事实证明张翰的决定有多么的正确 如今的《战狼2》打破了众多中国电影历史记录 张翰也作为其中的一分子 而被大家所铭记 好了 这期就讲到这里了 小主们点关注 不迷路 Couldn't 我 及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